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百二十八面 第一行 说陈时言 如等众生 当幸事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福所乎念经 经文到此地 佛家经体说出来了 这一部经的原体 就是经体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福所乎念经 旧摩洛士大师翻译的时候 就直接用阿弥陀佛的名号 作为经体 他没有用佛在经上讲的这个经体 这是卢舍大师特别的悲心 因为这一句佛号实在讲是无比的功德 无量的功德 这一句名号 天在耳里面 这个经上常讲 业力而根 永为道众 事处事件 任何的利益 都不能够相比 所以他老人家就用佛号做经体 希望大家常念 常见到 这么一番苦心 那么真正的经体 佛在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来了 那么称赞 什么人称赞呢 前面说过了 社方三世 一切祝福称赞 佛出广场学乡 便服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为我们做证明 佛的称赞是真实的 说称赞是真实的 一切祝福都跟我们说了最诚实之言 借着劝我们 如登众生当信事 你应当 要相信啊 这一尊佛 劝你 你不相信啊 也轻有可言啊 这一切祝福都缺你 莫由于尊佛 不缺你 你要再不能够相信 再不能接受 那是真正的 佛经上讲的一场题 这个一场题讲 没有善根了 这种劝告 在这段经文里面 就六次了 每一方佛都这么劝我们 六次 世尊呢 在本经里面 劝我们应当法院 往生避国 劝了三次 所以仔细一看这个经文 佛对我们 至诚恳切劝民 超过十次 这样短的一部经 这么多次的切勉 如果不是这个法门第一殊胜 佛为什么要这样做法 祝福如来 对我们 怎样慈悲 到底有多大的恩德 你要是把弥陀金 真正体会了 你就明白了 这个恩德太大了 就像经上讲的 不可思议 真正的恩德太大了 真正明了 清除了 哪有不相信 哪有不求愿往生治理呢 这个恩德太大了 这个恩德太大了 是无比的殊胜 经上所说 不可以少善更复的恩德太大了 得分必顾 所指的就是这个恩德 一切经的一切法门 从来没有见过 说是摄方三十 一切祝福都来圈到我们的 没有 从来没有见到过 只有在这个经上看到的 在这个无量寿经上看到的 无量寿跟这个经是同一类的 古人将大本小本 这是我们彼师要明了的 禁宗三经 这个三经是一体的 是以无量寿经为根本 观无量寿经 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修行方法 在详细补充说明 所以它的重点 是给我们讲念佛的方法 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持命念佛 又给我们详细说明 九品因果 本经那真是一切祝福 诚恶行方法 确明我们 一定要 求全进度 所以这个称赞 不是普通人 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这个话不是出自普通人口里头 普通人讲 不可思议 也许未必是真的 诸佛如来 所说的不可思议功德 那么到底 哪些不可思议呢 实在讲 确定不是我们凡夫 能够思维的 能够想象的 能够说得出来的 虽然如此 祝福菩萨 由善巧方便 像偶叶大师 在要节里面 就为我们归纳了五大类的 不思议的功德 这些我们都应当要明了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这个 读解里面 这个 下半段是 一切祝福 所乎念经 诚实 明彼一可信 一世广长学端 出诚实也 为此 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福 所乎念经 如当地信 莫怀疑 信 信 信 以相后 后面再为我们说明 为什么 一定要相信 我们从 经体里面 要是冷静观察去体会 得的利益了 真的就不可思议 一般世间人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 日子过得很痛苦 都想求佛菩萨保佑 怎么个求乏呢 因为你心里面有求 于是乎 欺骗你的人就很多了 你要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选择 往往都上当 真的叫吃亏上当 你看这经上说得多清楚 一切祝福所护念经 那么念这个经呢 当然也就是一切祝福所护念的 念经的人啊 这到哪里去求去啊 你求一个菩萨保佑 求一半个菩萨保佑 求一切菩萨保佑 不如求一尊佛 佛比菩萨大了 你求一尊佛 念尊佛 到什么地方 你能够求 一切祝福都保佑你 你能求得到吗 念这个经啊 就一切祝福都保佑你 你看这多容易啊 多简单啊 那不会念这个经呢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就一切祝福都保佑你 可惜什么 你不相信啊 为什么不相信呢 这叫男性之法了 你怎么会那么容易相信呢 相信了的人 就是有善根 有福德的人 不相信了 他没善根 没有福德 我们这一身学佛 还要学别的吗 不需要了 一句迷头念到底 他的成就 真的就是经上所说的 不可遂的功德 我们念佛 得不到这样的成就 是我们没有能完全相信 心里还要想学这个法门 学那个法门 学砸了 学乱了 所以你的功德是有限的 学了一辈子 自己以为不错了 往生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 反而不如 我们一般常说 没有知识的 没有念过 念过书的 经教都不懂的 这一句阿弥陀佛了 他念了几年 他能够预知神经 他能够站着往生 能够坐着往生 不生病 你要问那什么原因呢 他得一切祝福之所忽念 所以人家临终的时候 没有业障 业障都消除了 一切祝福都忽念 那你还有业障呢 你要不肯相信 还要自作聪明 那就没法子 一切祝福 想忽念你 忽念不上 你跑掉了 这叫愚痴 这个叫没有善根 没有福德 还要去搞其他法门 有些同修来问我 念佛是不是应当 要懂一点经教 要懂一点道理 有人来问呢 念佛要不要再修一点禅 好像啊 这个得意心会更快一点 那都叫大妄想啊 烦恼 当爱定 妄想 当爱会 这个是佛在华言上说 一切众生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真的就是无上菩提 妄想 妄想 就是二账里面的所致账的根源 所致账从哪来的 打妄想来的 账会 执着 就是烦恼账的根本 所以定功修成了 烦恼账没有了 小臣四国罗汉 修成九次的定 见死烦恼没有了 定能够破烦恼账 不能破所致账 所以 身闻原则 他有定 他没有会 他烦恼账断了 尽死无名 不能断 不能尽心 那就是因为 他有所致账 二账断尽了 才圆满菩提 我们今天 这业障深重的反复啊 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求佛力加持 要求佛力加持 真正要达到究竟圆满 无过于念阿弥陀佛 这是金本在此地作证 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 所以 念阿弥陀佛 就能得一切祝福之所乎念 世尊在大经里面 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趁阿弥陀佛 为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释迟佛 释迦摩尼佛 这样赞叹 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 也像释迦摩尼佛 一样的赞叹阿弥陀佛 这就是为我们说明 所有一切祝福 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 这还会错吗 这个地方要不能够建立信心 不能够建立往生的大运 那就是真正的业障身中 诸位同修 把这些道理明白了 四十真相搞清楚了 从今而后 这一句佛号念到底 经上讲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越远正散不退 实在是 我们这一发心 信心清净 现在就得散不退 福利就加持上了 反而是退心的 都对这个发门 都对这个发门 我怀疑 大概这个发门 消业障 消罪业还不够 还不如 梁黄产 还不如水陆发挥 还不如地藏经 不如金刚经 都在大幻想 其实这样 你们所想的一切经论 灿法 要跟这个发门 跟这一句阿弥陀佛 佛号来比较 那叫小五间大幅 念佛 得一切祝福福您 您念其他的经论 充其量 不过得一两位菩萨 照顾您而已 您的心不清净 你菩萨还照顾不到 差得太远太远了 可是 众生 真的是 欲迷到了基础 跟他说真的 他不相信 说假的 他相信 真的这个世界 骗人的人多 上当的人更多 为什么有那么多骗人呢 这人太容易骗了 他就听骗了 不听劝了 你能怪那个骗人的人吗 因为你愿意被他骗吗 他才来骗你啊 骗的人 你有罪啊 被骗的人 有罪 你们想想我的话 有没有道理 你要不被骗呢 那个骗人的人 他也不骗人了 他骗不到人吧 欲迟 多这个经 真正是 要认真地去反省 仔细去体会 我们再看 下面这个钞里面 所说的 逼可信者 一臣 则真肯无畏 真臣肯切 也丝毫虚假 都没有 实则神地 也不实啊 实实实在在 把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都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所谓四字后 五无畏设 亲身 父亲身 父亲 不能一眼 这个三句 是勇家大肆讲的 经中 常常用四字后 比喻 如来说法 五无畏设 也是指 佛陀说法 亲身 是指谁呢 是我们 这一个 大时代的 当中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贤劫 在这一劫当中 有一千尊佛 出世 这个亲身呢 就是指 贤劫千佛 释迦摩尼佛 是贤劫第四尊佛 弥勒是第五尊佛 往后佛很多 千佛呢 都不能够更改 换一句话说 释迦摩尼佛这样说的 一切祝福这样说的 往后千佛出世 还是这个说法 不会改动的 这真实 万事守之 则为 开这 开始 开武 榜样 佛法 有灭尽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的法运 一万年千年 这一万年千年之后 佛法就没有了 在这个世界 就消失了 所有一切经法 都灭尽了 阿弥陀金 最后还要留一百年 在那个时候 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能相信 肯受持 都能满他的所愿 这个话说的很合泼 满他的愿 他愿得人生 他来生得人生 愿生天 就生天 愿得禅定 得禅定 愿生净土 得生净土 能满他的一切愿望 才知道这个功德 真正不可思议 趁赞不可思议功德 列下十六字 是词今 原名也 这是这一部经 它原来的名字 释迦摩尼佛 为我们说出来的 唐仪指引 趁赞尽头 佛摄受尽 唐仪是 玄庄大使所翻的本子 意思是一样的 文字上省略了 因为这个文字 经体太长了 十六个字 玄庄大使把它略成八个字 以不可思议功德 雪净土中故 词不可思议 上文赞福 今内赞金 其意一眼 故不成事 不可思议 廉此大使 用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这个地方在文字上省略了 不再说了 互念的念佛之人 福利保护 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 心目当中所要求的 而天天想求求不到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看到了 如果你能够相信 能够深信不信 能够依旧奉行 那就恭喜你 你就得祝福福年 在这个动乱 不安的时代当中 你一定能得安稳 你一定能够灭 那正是障碍 那是苦难 这个时代 每一年灾难之多 灾难之严重 年年在扩大 年年在增加 我们可以从报纸 广播里面 得到全世界的讯息 所以只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看1990年 世界的灾难 91年 92年 93年 今年是94年 稍稍微做一个统计 你就了解了 真的 一年比一年多 往后会有更多 东西方古老的预言 都说 1999年世界末日 西方人对这个 非常的恐怖 可是我们东方人呢 觉得没那么严重 大概是大灾难 灭不了 这是我们今天 已经看出 真照了 看出这个预照了 预照从哪里看呢 人心变了 这是佛教给我们一个原理 一报随着正报转 一报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就是这个世界 正报是人心 人心醇厚 人心善良 人心慈悲 一定风调雨顺 灾难会很少 人心慈悲 我们中国讲的五常 伦理道德 五常是仁义离之心 不要 道德也不要 伦理也不要 现在这个学会 都不要了 不要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呢 组伦里头有一句话 人气场在妖心 这个世界是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戴着人的面孔 这个面具 扰乱社会 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大的灾难 就这么回事 过去我们读书 读这些句子 领悟不慎 现在看看这个社会 想想古人所讲的 非常有道理 这个大灾难是不能够避免的 没有法子避免的 但是再想到 世界末日大概不可能 佛法法运后面还有九千年 这么长的时间 哪里会到了末日 不过佛的法运里面 有起伏 也就是有心衰 佛法新的时候 人信福 佛法衰的时候 人就有苦难 衰的时候 大家不相信 不能够一教奉献 不知道断卧修善 这个招来的供业 当然就不好了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经上说到 供业当中有别业 我们知道这个事实 在大灾难当中 我们自己努力修善 认真念佛 在大难当中 我们会得到安慰 会得到佛菩萨保佑 你要真修才行 你要真信才行 有些人告诉我 他从前 修佛 拜了很多的佛 很多的菩萨 念很多经咒 现在听说 念阿弥陀佛好 阿弥陀佛他也念的 他说我要专念阿弥陀佛 那些佛菩萨都不念了 他们会不会降罪于我 我不念普门瓶了 观音菩萨会不会怪我 我有难的时候 观音菩萨不会救我 我不念普门瓶了 我不念药寺经了 我有病的时候 药寺菩萨不保佑我了 天天担心这些 这个念头 就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 为什么呢 你根本瞧不起这佛菩萨 认为这佛菩萨 跟现在做官的一样 要送出贿赂 他才保佑你 你把他看成什么人啊 所以你这种看法 这种想法 你就是天大的罪业 你把祝福菩萨看作 贪官无利啊 这个叫自己天天在造 极重的罪业 自己不晓得 还以为自己修行 还很如法 你说糟糕不糟糕 一切祝福如来 劝我们的阿弥陀佛 那些菩萨不劝我们的阿弥陀佛吗 我们念阿弥陀佛 那些菩萨会见怪吗 没有这个道理啊 一切祝菩萨成佛 都要念佛求生进度 你也不相信 你就多花眼睛 文书普贤 十大愿望到归极乐 华葬会上 四十一位法神大事 他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去称佛了 菩萨会怪你吗 你真灵灵阿弥陀佛 菩萨鼓掌欢迎呢 好啊 赞叹都来不及了 这个是世人真的 愚痴 不吉如来所说义 把佛平常在经典里面教会 完全错解了 完全曲解了 你说这怎么得了 我们自己修行 没有感应 没有成就 不怪自己 反而怪佛菩萨为保佑 怪这个金法不灵 你造这样的罪业 怎么不躲地狱呢 这个叫毁谤三宝 谤佛 谤发 谤生 所以一定要明了 能够回到这个法门 回归到弥陀圣号 这才得究竟圆满的限度 真正的大自在啊 所以一切道场 哪一个道场是第一书生 第一状元呢 念佛堂 念佛堂是一切祝福 所护念的道场 一切祝福到龙天善神 所守护的这个道场 这是任何道场都比不上的 奖金道场也比不上念佛堂啊 念佛堂是真正的 成就一个人 就做佛的 奖金这个道场呢 是劝你相信的 是迎你入门的 像学校一样 奖金道场是招僧的 是做宣传的 念佛堂中呢 那是真正锻炼的 真正成就你的 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个要知道 明了之后 死心塌地 一举弥陀念到底 我们才能够面出一切障碍 一切障碍 一切苦难 福心一捏 令其精进 无有退堕 我们学法的人 可以说最大的一个障碍啊 就是退转啊 很容易懈怠 懒惰 自己原谅自己 不能精进 这是大毛病 这个毛病不能克服 纵然你对这个法门完全相信 没有怀疑 也肯罚冤 最后还是去不了 什么原因呢 懈怀疼懒惰 懈怠懒惰 懈怠懒惰 就是魔障啊 都要有方便 这个方便呢 就是参加念佛堂 一中靠中 有很多同学在一起 互相勉励 互相独处 不让自己懈怠 这是一个好的方法了 念佛 我一个人在家念不信吗 为什么要到念佛堂呢 当年庐山远攻大使 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 是我们中国净土宗 第一个道场 他最初只有十八个人的 志同道后 以后 这个念佛的道风啊 有很多人知道了 也有很多人 娘 也来参加这个念佛堂 到最后他念佛堂 一共有123个人 过过成就啊 这就是大家在一块共修啊 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 这是中国净土宗的藏实 为什么 进宗的成就 会超过其他宗派的修学 欧义大师为我们说了几个理由 第一个 所有宗派的修学 都要断货 换句话 都得要断烦恼 我们知道 六道轮回 是见识烦恼变现出来的 只要有见识烦恼 你决定在六道里头流转 决定出不去 这个见识烦恼很麻烦 见是错误的见解 深见 边见 见语见 戒去见 邪见 似乎 贪嗔痴慢意 这个十大类 三界六道 就是这 十样东西 变现出来的境界 所以欧罗汉 臣九次地定 见识烦恼没有了 轮回也没有了 这是超越三界 那么试问问我们自己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能不能把见识烦恼断掉 能断掉行就成功了 不能断掉还搞生死轮回 这个是四十真相 不要说出离轮回 就将三界之内 这个三界分的是欧阶 色阶 无色阶 欧阶里面 有五欲 六成 五欲是 财色明实睡 佛格我们讲 财色明实睡 地狱五条根 这五样东西 如果你对它 贪爱重了 就都地狱 清了在人天 欧阶天 色阶天 没有分 五欲断掉了 没有欲了 才能够生到出禅 那么换一句话说 财色明实睡 摆在面前 还动不动念头 还齐心动念 换一句话说 你是欲界的 世界没分了 这就知道难了 这个功夫 不过是辅助 并没有断 知道难了 出三界 谈何容易 那么净土发门 不必断货 那就容易了 这个断货太难 不要断货了 就容易了 待业往事 这是不可思议功德 八万四千发门 任何一发门 都要断烦恼 才能成就 唯独 念佛发门 不需要断烦恼 能成就 能够待业往事 这是第一种 不可思议 这个第二 一切祝福 都有司徒 如果你的境界 大不到 这个司徒 你见不到 像我们现在 身在是 释迦牟尼佛 苏婆世界的 凡圣通知徒 苏婆世界 有方便 有语途 有时报 状言徒 我们见不到 我们见不到 受方诸佛 诸佛 释迦牟尼佛的情形 也都是像这样的 跟释迦牟尼佛的 司徒 没有什么差别 西方准徒 就特别 阿弥陀佛 也有四种 净土 但他四种 净土 在一起 所以我们 分到 凡圣通知徒 可以见到 方便徒的 五罗汉 匹之佛 可以见到 师报徒的 等教菩萨 他的司徒在一起 一级是四 四级是一 通通在一块 每一个人 境界不相同 这个是不可思议 所以说 一神 一切神 我们三神通 一徒 同时 同时 神方便徒 神师报徒 神机光徒 这个是不可思议功德 第三 这个发门 不可思议 这是诸位 一定要知道的 只念一句名号 太容易了 太简单了 不需要掺杂 任何东西在里头 文言经商 大师之菩萨 跟我们讲的最清楚了 大师之菩萨 也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给我们看 他从初发心 一直到天佛 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你不需要用第二个方法 这个方法 不但简单容易 稳当快速 八万四千发门 任何一个发门 都不能跟他相比 你要问他念佛的原理 他讲的很简单 都是六根经念相机 可惜的是众生不相信 他要杂修 要乱修 把自己搞乱了 把自己无上的功德学弃了 这叫真正的玉米 所以善道大师 讲的好 我们修行一层成就 真的是 语言不同 遇到语言殊胜 我们对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慈心他的 语言殊胜 那一定是上平瓦身 遇不到好的语言 要遇到卧元了 什么卧元呢 这个人托你去拜餐去 那个人托你去朝山去 都说这个有好大的功德 都跟去了 变成说万修杂修 这个就是语言太差了 遇到不好的语言 把你全部给你破坏掉 那个非常非常的可惜 说法修行的总纲灵 注意要记住 你能够掌握这个纲灵 大致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错 总纲灵是界定慧三修 一切法门里面 都有正住双修 我们镜头中也是正住双修 正修是修定 定是清净心 住双修呢 是修戒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会不需要修 定就开智慧了 论言上说的很好 静机光通大了 定共生了 智慧就开了 就一切通大无碍了 祝修呢 这个持戒呢 也是修福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无量寿经上清清楚楚 告诉我们 静宗学人修什么 修清净 修平等 修诀 清净就是经 平等就是定啊 诀就是会 修行 修行不能离开戒定会三学的根本的原则 与这个原则相应 确定是正法 与这个原则相对 确定不是正法 这个什么叫真正的佛法 从这个地方 大家就很清楚 很容易把它辨别出来 我们一到这个法门来修学 确实 心地一年比一年清净 一月比一月清净 你就有功德了 你的修学有成绩了 现在人家成就啊 你有成就了 这个成就啊 不但是将来往生有把握 功夫好的人 往生自在 这个自在就是 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想多住几年也不该死 讲到现前的利益 你身心健康 你真正修行 真正功夫得利 你身体有什么毛病的话 不要去医 自然会好 令你功夫得利 这什么原因呢 心清净呢 我们的身体细胞组织排列 恢复到正常 佛在经常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相生 我们心里都胡思乱想 这个胡思乱想啊 是个很大的力量啊 把我们身体里面的组织啊 排列搞乱了 搞乱了啊 你就生病了 年纪老的人 为什么病那么多呢 年轻的人不想病 他忙着工作 他没有这个意念在想生病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病很少 年老的时候没有死了 一天到晚就想病 病从来来的 想来的啊 所以佛经语明讲 底下十六观景说 观想啊 一切法从心相生啊 他想病 他怎么不生病呢 越想越多 这病越多就越想 后在这里循环 到最后就没法死了 也不能开销了 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一个人 夜心想佛 那是最健康的了 佛想成了 能够身体这个细胞的时候 这个组织啊 完全恢复了正常的排列 什么病都没有了 不他没有病呢 你一定是一年比一年年轻 所以这是你修行的功夫得力 如果不是这个现象 就一看这个样子 你哪里是修行人啊 你在修贪嗔痴啊 你在修胡思乱想啊 你在修三窝道啊 这不是修净土啊 心净则净 这是佛在镜上 常常为我们说明的这个道理 我们想自己身体健康 想自己年年年轻 不要衰老 这个在镜中里头 轻而易举可以得到啊 这一点不是难思 也不是神话 也不是什么神通的 不是 有个道理在里头 你不相信不肯学 那就没法走 你只要相信肯学 这个殊胜的利益了 现在就得到 现在得这个 这是小利益了 这个不是真实的小利益 眼前的 将来往生 那是得大利益 得究竟圆满的利益 所以你看到方法多简单 真心 恳切的愿望 灭心念佛 就这么容易 就能达到不思议的效果 第三个 这个法门修行 时间不要很长 很短就成就了 其他的法门 佛在经上说 小陈从镇虚托环那一天起 没镇虚托环以前 不算 镇的虚托环国 那天起 天上人间 七个来回 才能整个罗汉 人间寿命不长 天上寿命长 你在想的 要多少的时间 才能整个 才能整个罗汉 菩萨成佛 菩萨也要从 胃不退那一天 算起 没有镇的 那你还是搞六道轮回 那个不算 要从胃不退那一天 算起 胃不退是什么地步呢 原教是初性位菩萨 我们镇宗是原教 初性位的菩萨 从那一天算起 成佛 必须要经历三大阿僧七节 你看这个时间多长 镇宗这个时间 就断了 说得太短太短了 上上平往生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等于成佛了 这个不可思议 菩萨听到 都摇头 都不敢相信 这人家也辛辛苦苦 修三个阿僧七节 你怎么一去就成佛了 哪有那么容易 男性之法了 纵然下下平往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过是十二节 就化开见佛 无故生了 十二节比三大阿僧七节 这个时间不能比 这是讲在西方世界 成就最晚的十二大节 如果是下平终生 只要六节 下平上生 那真是不可思议 七七四十九天 这个时间 是我们人间的时间 不是极乐时间 人间的时间 你就晓得 这不可思议的功德 它的时间不要很长 再者 免一尊阿弥陀佛 等于一切祝福如来 统统都念到了 这是不知 大家不晓得 我们今天 这个过年快到了 十多道场 拜万佛了 万佛明经里面 总共只有一万两千尊佛号 漏掉多少 漏掉太多太多了 社方经常给我们讲 横和沙速祝福了 你才念一万两千个 漏掉的太多太多了 你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佛啊 可是念一尊阿弥陀佛 统统都念到了 念一佛就是念一切祝福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祝福都念阿弥陀佛 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祝福 一尊佛都没漏掉 这个不可思认一切祝福福都念阿弥陀佛 所以念阿弥陀佛也就念一切祝福福了 一尊菩萨也没漏掉 这是不可思议功德了 所以不念阿弥陀佛就真可惜 还要搞别的 搞其他的那些金论法门祝福福沙名号 那是什么呢 让给没有佛报的人去念的 这个你看古来真正开悟的 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 那些祝福福沙名号 让给别人去念去了 什么原因呢 他们的善根福德没有人满 没有透出来 对于这个第一法门 无比殊胜的法门 他不能接受 他有业障 所以他喜欢念其他的经典 喜欢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也好 众众善根了 所以这个法门是对根属众生而已 善根真正成熟了 他这一生决定要做佛了 他不是做菩萨 是做佛的 是对做佛人所说的 我们能够把这些道理事实 搞清楚搞明白了 梅桃金就没有本人了 连池大师 用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 写成的注写 我们也真正对得起他了 确实得他的帮助 我们把这一句经文 看懂了 看明白了 有了相当体会认识了 所以这样子 得祝福 护念了 我们能够不退转 能够在这个动乱的大环境当中 我们能得难闻 能离长难 下面他又迎观金的花来做证明 观金云念佛众生 血去不血 有金云念佛之人 阿弥陀佛常住其顶 这个都是说明 念佛的人 必定得到祝福后念 得到祝福的保佑 祝福的价值 现在 在国内在国外 相信密宗的人很多 好像认为 显宗没有密宗那么灵 没有密宗那么高明 找一个密宗上司来灌个店 就好像得到殊胜的意义了 其实什么叫灌顶呢 他没搞清楚 黄念佛老就是神秘中的金刚上司 你看他在《无量寿经》 祝节里面 把灌顶两个字解释得很清楚 很明白 灌顶两个字 比喻 不是真的 用一点水头上撒一下 你就开悟了 就开智慧了 你晚上那个连蓬土洗澡的时候 那么样冲 活智慧都冲不出来 那几滴水洒一下 你智慧就出来了 哪有那回事情 越灌 越糊涂 越灌 越迷惑颠倒 黄拉居士说得好 这个灌是慈悲加持的意思 顶是佛法里头无上的顶法 最殊胜的法门传授给你 那叫做灌顶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今天哪一个法门 是越切法门里头 第一个法门 最殊胜的法门的顶法呢 就是阿弥陀佛经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把这个阿弥陀佛经 从头到尾念一遍 恭恭敬敬地念 就是奢奉一切祝福 来给你灌顶一次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一天念两遍 就是祝福如来 给你灌了两次了 你都不感谢 你都不深欢喜心 找一个凡夫来骗你的时候 好有兴高采烈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听骗不听劝 愈吃 所以我说越灌越糊涂 这个金是无上的顶法了 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所以奢奉一切如来赞叹 真实不可思义功德 这是念佛的人 阿弥陀佛 常住其敌 奢奉一切祝福 怎么会不互念 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真正念佛人 真正念佛人 不是一天到晚 嘴里佛号挂在口里 那个没用处 那古人讲 寒破喉咙也枉然 口里念佛 心里大妄想 那有什么用处 那个没有用 真正念佛人 是心上有佛 心里面真正有佛 除佛之外 心里头什么都没有 那叫真正念佛人 一定是经上所讲的 阿弥陀佛常住你的顶上 一点都不错 有十种利云 念佛之人 阿弥陀佛 常放光明 学习此人 此本是互念 这个本是是阿弥陀佛 而受访祝福同此互念 经上所说的 受访三十 一切祝福 没有一个不保护你 没有一个不意念你 当知念佛福念 感应自然 感应自然 不可无言 我念佛 佛念我 我想佛 佛想我 只要专想 慢慢就变成跟佛一样 就成佛了 这成佛的借境 没有比这个更快速了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看书 小柱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看 都能看得懂 有八地失梦佛呼 固执王身 地位 匪浅 这是佛在华言经上说的 通常 佛 护念 诸菩萨 这个诸菩萨是指谁呢 八地以上的 佛护念 八地以下的 佛 不理他吧 八地以下 谁护念呢 金刚经上说的很好 大菩萨 护念 小菩萨 由这些大菩萨 照顾 佛照顾大菩萨 大菩萨照顾小菩萨 这个也好情好理 我一读念阿弥陀佛的人 佛呼唸 一切祝福都呼唸 由此可知一个真正念佛人 换一句话说 他的地位等于八地菩萨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皆是八皮八治菩萨 经常告诉我们的 八皮八治七地以上就是八地 念佛人要明了 要自己尊重自己 反复要是修成八地 谈何容易 八地是到第三个阿森七节了 第一个阿森七节 完成三行为 到时会想 第二个阿森七节 从初地到七地 第三个阿森七节 八地九地十地 你就晓得那多难 可是念佛人 一发心 就等于八地菩萨 你是这多殊胜 哪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 这个潮里面详细说出来了 八地佛呼之 华言为八地菩萨 常为如来之所呼念 今次顿超胜 顿超胜地 故约飞浅 这个念佛人是顿超 快速 人家要修 修到第三个阿森七节 才八地八地 我们在短短的三五年之中 超越了两个阿森七节 这个法门 当然是不可思议功德 当然是一切祝福 之所呼念 没有一切祝福之所呼念 你怎么能成就如实功德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阿森七节 阿森七节